这两天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国际车展 中国电动车占了半笔江山 可以说是碾压其他国家 而且这次基本上去的还都是 售价在4万欧元以上的电动车 像上一次车展 长城的这些低端车还都没去 以至于欧洲的媒体都在报道说 中国的电动车是大军压境 不好意思 中国电动车产业 无论是在整体汽车 还是电池的全球份额 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未来会像光复产业一样 很少时间 从长期投资的角度 虽然这个行业目前很内卷 接下去肯定还是有一批会死掉的 但是整个行业 或者说已经确定跑出来的龙头企业 我觉得还是应该配置一些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 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接下去几年 中国电动车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中国会占据领导地位的行业 预计到25年 中国电动车的出口 可以到超过300万台 第二 全球的资金 目前也正在流向这个行业 五年前 中国的朝阳行业还是互联网 但是大家看这几年 聪明的 VC的钱 已经是重配电动车 而不是互联网了 最近上市公司这边 我们不都有看到 德国大众 7个亿美金投资小鹏 阿布扎币政府的基金 也是7个亿投资未来 对不对 最后 现在投中国电动车 很像是10年前投中国互联网的巨头 你看现在员工说 电动车的龙头 比亚迪已经大幅超过了互联网的龙头 阿里巴巴 零德时代也开始超过腾讯了 但是从市值上来看 电动车现在还是远远低于互联网的市值 所以说你投成长的话 互联网这边倒是到顶峰了 你可以做他们不大低 但是做它大涨 再涨个几倍 这个概率是不大的 但是电动车确实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大家同意吗